美女脸皮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让她感到非常不适 她用自己的中指 轻轻地挤压了几下 我的天呀 不但没起到任何作用 而且那疙瘩越挤越大 突然 美女感到小脸一疼 然后一边叫着 一边抽镜查看 乖道 那疙瘩里居然动了一下 美女瞬间懵了 直接一只触手 从疙瘩里伸出 这把美女的尿不湿都吓湿了 此时的美女 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还在用自己的小手 扒拉着触角 美女深吸几口气后 开始轻轻地用起来 突然 那触手一个抖动 下一秒 501只黑寡妇 从疙瘩里爬了出来 美女见状 一边张着樱桃小嘴 一边疯狂地扒拉起来 没火的功夫 WC里到处都是蜘蛛 好在关键时刻 美女的同学赶了过来 取下外套地的蜘蛛一顿抽的 可惜蜘蛛使它太多 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另一个男人见状 急忙跑入厕所 端起一桶洗脚水 朝着美女就扑了过去 虽然水不咋好喝 但是起码保住了美女的生命 而你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诡异的世界 居然来自一本书上的诅咒 据说只要受诅咒的人 都会和书里内容一样 思想特别的惨 这天 而且看到书里又出现了新的诅咒 而被诅咒的人 正是自己的朋友小帅 这是一个可怕的稻草人 看着那边无表情的表情 显得十分的霸气 而捉死的小帅 每天最喜欢的事 就是欺负稻草人 之前他拿瓶子砸完后 还是觉得不过意 又问同伴要来求棒 然后双手握紧 朝着稻草人脑开脑去 他并不知道这样的做法 居然遭到了诅咒 晚上 小帅拿着一筐鸡蛋 独自来到英语地 当落过稻草人时 还不忘踢上一脚 这一下 彻底惹怒了稻草人 只见小帅继续走着 突然 稻草人又出现在了面前 我的天一啊 这是什么情况 小帅眼底愣了一会儿后 继续向前走着 并没有意识到 稻草人已经盯上了自己 结果又没走多久 眼前的一幕让他愣住了 一个空杆的出现 上面的稻草人居然不见了 就在同时 一阵阴深的凉风吹过 小帅这次还感到了害怕 不时地回头看 忽然 稻草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这把小帅直接吓倒在地 只见稻草人脖子一扭 小手一抖 居然火得过来 小帅见状 沙压着疯狂逃跑 而稻草人在后面慢悠悠地追 突然 小帅一个没注意 被铁锹给绊倒在了地上 等着再次站起来时 稻草人已经走到了跟前 没有办法 稻草人拿起铁锹 刺激了稻草人的身体力 可稻草人却没一点事 还抢过铁锹 反刺了小帅一下 被刺伤的小帅 艰难地走出了玉米地 结果下一秒 他的脸色开始发生改变 我的天呀 嘴里开始不停地冒出稻草 第二天 小帅也变成了一只稻草人 当上了玉米地的保安 这让阿水感到十分惊讶 因为这和书里说的一模一样 小帅刚领盒饭 到了晚上 书上便又开始写起了诅咒 阿水不停地撕掉书本主旨 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看到名字是同伴后 他急忙拿起电话 告诉他不要吃任何东西 可身为吃货的小伙 怎么可能挺下 拿着勺子就吃了一口 下一秒 他就感到了不对劲 一根脚趾出现在汤里 没注意到的小伙 拿着勺子就是一口 可嚼了几下后 便感到了不对劲 咦 怎么一股脚臭味 然后他取出骨头 我的天呀 居然是一根脚趾头 早上喝的稀饭 都给远了出来 突然 一个恐怖的声音传来 谁拿了我的脚趾 完了 这一口吃出问题来了 小伙急忙躲进卧室 只见一个身材苗条的上司 慢慢地朝着屋子走来 从新人的小脚可以看出 小伙吃的脚趾正是他的 只见声音越来越近 小伙被吓得急忙躲在床下 眼瞅着门锁被打开 可是却没见到上司的动静 懵逼的小伙 开始四处查看起来 确定了没人后 这才慢慢地爬出 准备看一下床上 只见他慢慢地伸出脖子 就这样 小伙在床底下 被拽进了万丈深渊 等二岁两人赶来 估计小伙已经快要投胎了 二岁知道 如果再不找出方法阻止 那么他们几个人都要玩玩 于是 他们开始四处调查 关于书的信息 结果过程中 又一个同伴遭到了诅咒 被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给深深地塞进了肚子 眼瞅着就剩下二岁大庄两人 他们突然想到了 捡到这本书的庄园 他们认为那里肯定有 阻止诅咒的方法 于是 二岁拿着书来到了庄园 果然见到了一个白发飘飘的女人 原来 这些恐怖的事件 都是女人讲出来的 此时的女人 正准备诅二岁 关键时刻 二岁突然想到了一句名言 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 就是面对恐惧 所以 二岁不管女人说什么 勇敢地回对了过去 听到这两句话后 女人流下了眼泪 接着递给了二岁一个钢笔 让二岁写下了电影的结尾 这场主族也终于被彻底解除 看完这个电影 我总结了一个道理 年轻人没事 别老出去找刺激 在家看看电影 吹着空调夺底劲 有一句话说得好 No做No die吗 这期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